以丽莎又来到吉甲 那地正有饥荒 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 他吩咐仆人说 你将大锅放在火上 给先知门徒熬汤 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 遇见一颗野瓜藤 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 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 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到处来给众人吃 吃的时候都喊叫说 神人啊 锅中有至死的毒货 所以众人不能吃了 拿点面来 就把面撒在锅中说 倒出来给众人吃吧 锅中就没有毒了 以丽莎又来到吉甲 那地正有饥荒 先知门徒坐在他的面前 他吩咐仆人说 仆人应该指的是吉哈西 你将大锅子放在火上 给先知门徒来熬汤 看来这个先知门徒的这些学生们 他们常常过着一个经济上 非常需要倚靠神的一个状况 如同他们的创办人 以利亚一样 要靠这个吉利西的水 还有乌鸦刁饼跟肉来给他们吃 好像在考验他们的信心一样 这个考验很重要 因为面对经济上的所需 还有这个日常生活的需要的安全感 这个会成为我们侍奉里面很大的挑战 我们在第五章就可以看见 这个每一天跟在以利沙旁边 就如同以前以利沙是跟在以利亚旁边 这是谁 现在叫吉哈西 很可能就是说吉哈西理论上 应该会成为下一个接班人 是以利沙特别带在身边的 在第五章我们就可以看见 吉哈西就是受不了金钱的诱惑 受不了看起来是在经济上 比较缺乏的这种考验 信心无法过关 那这些先知门徒们很不容易 我们在之前看到有一个先知门徒 穷到一个地步 他死了之后 他两个儿子要被抓去抵债 所以寡妇就来求告以利沙 以利沙就帮助他们说你有什么 寡妇说我家里只剩一瓶油 以利沙就说你就去想办法去跟邻居 借最多的器皿来 然后倒油 倒满了 这瓶就拿旁边去 再倒继续倒继续倒继续倒 所以寡妇就经历到 这个瓶里面的油都不会少 所以就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而且还有多余的还债之完 还完之后还有多余的可以养生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侍奉神的人 在经济生活上 倚靠神的决心跟信心 是一定要被操练的 不论你是有钱没钱都一样 因为我们对金钱的欲望 常常是永无止境的 这个是非常需要被提醒的 好了结果三十九节说 就有一个人去田野里面 捡这些野菜的野瓜 看见一颗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野瓜糖 就摘了一兜的野瓜回来 切了就放在熬汤的锅里面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但是他们还是太饿了 就只好把它煮了 那倒出来给众人吃 吃的时候就喊叫说 神人那锅中有致死的毒物 所以众人都不能吃了 因为大家都中毒了 以丽莎说来拿点面来 就把面撒在锅中 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 锅中就没有毒了 这让我们想起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明明是以丽莎 吩咐大家去栽东西回来 然后在大锅上煮 那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中毒事件呢 让我们想起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的时候 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 就叫门徒赶快划船 划到加利利海的对岸 谁知道在半路上竟然就狂风大作 船几乎都要被淹没了 我们不是听耶稣的话 怎么还会遇到船难呢 我们不是听以利沙的话 怎么还会中毒呢 以利亚之前在王上十七章的时候 不是也是听耶和华的话 到基利西旁去喝基利西的水 经文在那边后来告诉我们说 有一天基利西的水也干了 怎么会这样呢 不是听神的话 进到这个婚姻里面 怎么今天夫妻感情会这么糟呢 不是听神的话 祷告咯 然后进到这个职场 做了这样的一个决策或投资 或是接下了这个服事 或是说这个祷告之后 然后神让我们生了孩子 怎么这个孩子现在跟我们关系 这么的僵 这么的不听话 不都出于神吗 神怎么会这样呢 弟兄姐妹 如同我们在刚刚之前 所读的经文 就是书念的妇人说 我本来也没有到小孩啊 是你说要给我的 怎么给我之后又死呢 怎么会这样呢 弟兄姐妹 如果凡事出于神的 神就负责到底 我们就是要像以利亚一样 死守在枯干的基利西旁 也不测退 所以呢 这个耶稣是为我们的信心 创始也成终的那一位 凡事出于神的 如果确定是出于神的 我们就对神要有信心 在挑战跟困难里面 一定要坚持信心 神必拯救 耶稣必行在水面上 过来拯救门徒 以利沙必为门徒们解毒 以利亚 在基利西水干的时候 蒙耶和华指示 就到西顿的沙拉法去 解决他的问题 有一个人从巴利沙里沙来 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二十个 饼心碎子 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 神人说 把这些给众人吃 仆人说 这一点 岂可摆给一百人吃呢 你只管给众人吃吧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众人必吃了还剩下 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四十二节 有一个人听到了 先知门徒 学校 这个连吃的东西都没有 就来帮助他们 就带着出熟的大麦 做的饼二十个 并心的碎子 麦碎 装在口袋里 送给神人 神人就对他的仆人说 就是吉哈西 把这些给众人吃吧 这个仆人就说 拜托 这一点点 岂可以摆给这一百个人吃 我不要做这种事情 这就让我们想起 五品二语的神迹 第四章的后半段很有意思 他好像是 五品二语神迹的倒过来 先讲这个 听神人的指示 去摘东西煮来吃 怎么会中毒 就仿佛 听耶稣的话 划船渡到加利利海去 怎么在中间 听耶稣的话 划船 差一点发生船难 然后呢 后半段这边就讲 这个 很像新约的 五品二语神迹 这边就要出现 以利沙说 你只管给众人吃吧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众人必吃的还剩下 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吃的果然还剩下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这边让我们看见 不论是旧约 或新约的门徒 都面临同样的 信心的考验 特别是 当他们的师父 不论是以利沙 还是主耶稣 吩咐他们 就把手上 看起来很有限的资源 当作五饼二鱼 献上 神就可以使用它 成为多人的祝福 可是门徒们一开始的反应都是怀疑不相信 就凭我这一点能耐 能干嘛呢 就凭我这一点点的奉献 能做什么呢 就凭我一个人这样的摆上 能成就什么呢 就凭这一点点就够了 就凭这一点点就够了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就是缺乏这样的信心 神说就凭着你这一点点就够了 在这个四世纪里面 这个积淀 在那边 一边防御敌人 一边在酒炸打麦子 然后呢 耶和华的使者就称呼他是大能勇士 积淀的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真的是大能勇士 我还沦落到这种地步 要防备这个敌人 而且还不能在广场 在那个平地 这个打麦子 还得躲到这个酒炸里面的打麦子 防备敌人 那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说 就凭着你这一点点的勇气就够了 你就可以拯救以色列人 是的 就凭着我们这一点点的 二十个出手大麦兵 神就要来供应许多人的需要 今天的经文真是太棒了 让我们看见 一方面 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那一位 若是出于神 吩咐我们如此行 就算半路遇到传难 中毒 激利吸水干掉了 我们坚持这个信心 神必拯救 因为他是创始又成终的耶稣基督 第二个 神吩咐我们 把手上我们 看起来是很渺小的资源 把你渺小的生命 把你渺小的财干 摆上给主用 神就要起来 拿起来 祝谢拨开了 传给众人 就成为多人的祝福 旧约如此 新约也是如此 今日也是如此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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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着 致散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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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致散开